我是陈建勇,欢迎收看建勇地产贷款培训 这是第六集的从零开始贷款执照考试准备视频 第六集我要继续讲Non-traditional non-conforming loan 非传统不符合两房和贷标准的贷款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你给我按个赞 还没有订阅的话,可以考虑订阅我的视频 按小铃铛,再转发今天的内容给朋友 也欢迎你扫描以下的二维码,加我微信 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的是construction loan 营建或者是建筑贷款 这种贷款是属于interim,短期或者是临时贷款 是用来finance,construction of improvement on land 是用来为土地上的改良或者是改善要盖房子做的融资 那这种贷款呢,银行是不会一次性的把所有的款项发给 拨给这个业主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银行就要有一个支出的方案 那银行的支出方案可以分为三种 它只要采用一种 那第一种的disbursement plan就叫做fixed disbursement plan under这个fixed disbursement plan,也就是lender 我pay out a certain percentage of the fund at a fixed time 银行会在一个固定的时间拨出这个款项的一个百分比 给这个借款人 那么这个就叫做fixed disbursement plan 第二个叫做voucher system,under voucher system 这个contractor跟业主跟owner要填写一个voucher的表格 上面会写,会列出这个请求的这个项目以及金额 然后呢在附上收据一起成交给lender 那lender呢收到这些文件的之后 经过审核就会直接开支票 给owner跟contractor联名的那个支票 那这个叫做voucher system 那第三种就叫做warrant system warrant system是银行自己直接付账单 给所有的小包包括这个建商的subcontractor 或者是材料供应商等等 就不经过contractor跟owner了 那这种system叫lender pays directly pays the bills directly under这个system的话呢 owner跟lender呢会成立一个escrow account owner呢会用到多少本金就付多少利息 所以呢他会为所用过的本金付利息 把它存进这个escrow account里面 那么这个project盖完了之后呢 因为construction loan是一个短期的贷款 利率呢都比较高 所以呢一般他们是短期的 一般要么就是六个月或者是十二个月 时间到了那就要偿还了 那这种情况之下 owner呢就要安排一个长期的 我们所称为是take out loan 也就是permanent loan长期贷款 用这个permanent loan呢 它来解决它长期贷款的问题 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的是 subprime loan 次级贷款 次级贷款呢是给予 曾经有credit trauma 也就是信用创伤 以及没有办法能力证明自己收入的 或者是有困难 证明自己的收入的借款呢 cannot verify income borrowor cannot verify income 那这种贷款呢就叫做subprime loan 那这种贷款呢 对银行来讲是greater risk 超高的贷款风险 subprime loan呢有总共有七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 high interest rate 偏高的利率 第二 high DTI 偏高的DTI 第三 low down payment 低首付 第四 little or no verification of ability to repay debt 几乎竟没有能力证明能够偿还的能力 第五 excessive loan fees 超高的贷款成本 第六 low or five go allow 允许 较低的信用分数 第七 hybrid loan features 有综合贷款 特征的 这种情形 那综合贷款 我们知道说 经常会有 例如 low starter interest rate 就是 低的开始利率 这种特征 现在我们聊聊关于这个subprime loan的underwriting standard 也就是它的成保标准 成保标准呢 其中一个要留意的就是layering of risk layering of risk呢 它是一个名词 其实考试有考的 所指的layering of risk呢 是指这个underwriter呢 在审核这个borrow的贷款的时候 与次或者经常会遇到 这个borrow or借款人 有超出一个风险的因素的存在 就是有more than one risk 例如interest only negative amortization 或者是它有破产 不良记录啊 这些 这些都是risk factor 有这种risk factor的情况呢 就叫做layering of risk 那假如说是有layering of risk的情况发生的话 那么underwriter呢 就要找出一些compensating的factor 也就是补偿的因素 要用其他因素呢 来加强这个borrow的贷款的file 那如何加强呢 如何add strength to the borrower's loan file呢 就要看它啦 例如说它有没有更多的钱 可以作为首付啊 或者是说它的那个其他方面是加分的 或者是它的那个DTI是较低的 这些因素 这些都是compensating factor 那今天的这个 这个subtime loan呢 这个次级贷款呢 主要是借给所谓的boomerang boomerang buyer boomerang 它的意思是指那些buyer呢 以前曾经是在刺激贷款 风波的时候 有面临法拍啊 丢失房子啊 后来遭受到很大的创伤的这些buyer 这叫做回旋标的这种buyer 等于说是回旋标 就是以前没有办法qualify 以前被贷款呢 给踢出门的 那个离开家里的 后来变成房客的这些 后来又有想要买房子的这些buyer 这些借款人 那么subtime loan呢 主要是借给这种boomerang buyer 那么lender在审核 boomerang buyer在借这个次级贷款的过程呢 要遵守两条法律 第一条呢 就是Hobar Home Ownership and Equity Protection Act 它里面有一个条款叫做 high cost provision 高成本条件的这个法律 也就是说要证明这个subprime buyer 或者subprime borrow呢 有repay debt的 有偿还这个贷款的能力 那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他们要遵守的就是 must exercise greater caution in loan qualifying 在审核这种buyer 借这种刺激贷款的过程中呢 他们就必须要采取谨慎的态度 来分析这个借款人到底合不合格 借这种刺激贷款 现在我要向大家介绍的是跟房屋净值相关的 而且是主要住宅房屋净值相关的两个贷款 第一个贷款是home equity loan 房屋净值贷款 那这个贷款呢 是close end loan 也就是关闭式的 close end loan呢 这个借款人呢 就要一次性的把该借的钱全部拿出来 所以银行会开支票 会一下子就把所要借的款项呢 就拨给这个借款人 那借款人会根据一个固定的利率 来还清这个债务 通常这种home equity loan呢 利率呢 肯定呢 是会比第一顺位的那个房贷呢 稍微高一点 那这种home equity loan呢 是close end的 那另外一种 叫做home equity line of credit 房屋净值信用线贷款 那这种的话是相反 是open end的 也就是说 银行不要求借款人 一次性的把该借的净值都借出来 但是它是一个信用线 一旦银行已经合批了 愿意给多少的信用线 那么借款人呢 所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需要钱就领钱出来 有领钱有欠本金就还利息 而所要还的利息是 根据累积的本金来还利息 那这个利息呢 是根据浮动的利率来支付的 它不是固定利率的 那因为是这种方式的话 就叫做open end open end呢 它的劣势或者是 对借款人不利的地方呢 在于这个整个期限当中呢 银行可以改变某些条件 可以把条件变得更严苛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个或许home equity line of credit呢 对借款人呢 就不太有利 不像home equity loan是固定的 所以借款人早就知道说 他该付多少就付多少 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的是 reverse mortgage 反向抵押贷款 最常见的反向抵押贷款呢 也就是FHA的home equity conversion mortgage 简称为是HICOM 要合格借这个HICOM的条件呢 其实不高 只要这个Borrow呢 能够展现有能力 或者是有预约去支付 property tax和insurance就行了 而Lender这边的话 只需要comply with Hard the guideline Hard the guideline 就是说在拨款方面 首期的拨款initial disbursement 给借款人 必须是按照Hard的准则 Hard的准则就是 他有一个额度的限制 There is a limit on the initial disbursement 那现在我们聊一下 eligibility eligibility很简单 就是这个申请人 必须要满足62岁以上 就可以了 那么其他的包括 这个property的eligibility 合格的这个property呢 也就是single family 然后是one unit dwelling 就是等于说基本上 就是一个独动的情况 有些时候condo也可以 qualify 那么在保险方面呢 就必须要拥有homeowner's insurance 而ownership的话 就是你这物业的持有权的话 就必须是这种principal residence 自住屋才可以用reverse mortgage reverse mortgage跟一般的论 不同的对最大的不同的地方呢 就是他对于这个borrower呢 他没有任何的income的要求 因为borrower不是付钱给银行 是银行付钱给borrower borrower呢 是利用自己房子的净值 向银行拿钱 那最终以后他走的时候呢 也就是他要付钱给银行 他后代呢 就必须那个时候把房子卖掉 把钱还给银行 但是虽然说不需要有任何的收入的证明 FHA呢 HICOM呢 会有一个meeting with counselor 要去咨询一个顾问的一个要求 这个顾问的目的呢 要证明说这个借款人呢 完全了解 这个借这个reverse mortgage的好处跟风险 那最终呢 经过咨询之后 Counselor就会给他一个 certificate of counselor 那这个certificate呢 就可以交给银行证明说 已经完成了这个咨询 reverse mortgage 反向抵押贷款 到底能够借多少钱呢 就看七个条件 第一个是value of the home 房子的价值 第二是equity equity净值越高 就借得更越多 那么第三呢 是payment option payment option是指将来 这个贷款要是核准了之后 这个借款人 因为是反向抵押贷款 是借款人向银行拿钱 那借款人要决定呢 他选择的是一次性的拿呢 分期拿呢 还是信用线呢 这个叫做payment option 第四 interest rate 这个房贷的利率 第五 program cost 他选择那个方案的成本 那第六 selected program 他到底是选择什么方案 然后呢 最终的呢 就是age of the homeowner 那这个屋主的年龄 也有关系 那假如说 屋主是一个夫妻两个人 那么是以夫妻两个人 最年轻的那个人的年龄为主 那么现在要跟大家聊到的 就是payment option 之前有跟大家提到 那payment option呢 有三种可以选的 第一种叫做fixed monthly payment 每个月固定的payment amount 固定的付款金额 那么这个借款能决定 自己每个月要拿多少钱 然后你银行呢 就会固定的每个月 寄这么多钱给他 那第二种呢 叫做lum sum lum sum就是总金额了 一下子就全部拿光 叫做lum sum 那第三种叫做line of credit 就是信用线 那么讲完payment option之后 我们接下来呢 要讲的是reverse mortgage 的repayment的情况 也就是还款 什么时候要还款呢 其实有以下的三个情况 假如说是两个payout 在借这个reverse mortgage的话 是以最后生存的那个payout 死掉的时间 死掉的情况 或者是他卖房子了 或者是说他已经从这个 自助搬出来连续12个月了 这三个情况 要是有其中一个情况 发生的话 也就是说发生在最后的 这个生存的配偶的身上的时候 那么这个也就是还款的时候了 那么有些时候呢 FH的hegum也会要求acceleration 加速还款 加速还款呢 会发生在以下这种情况 所谓的加速呢 就是等于说是提前要还款 时间没到的话 就是以上刚才所描述的情况 即便没有发生 万一有发生以下这五个情况的话 那还是要一次性的 把它绞清了 这个叫acceleration 总共有五个情况 第一个情况是 屋主没有做修理 fails to make repair to the property 第二个是没有付地税 fails to make property taxes payment 然后第三呢 fails to make property insurance payment 第四 property被condemned了 被政府征收了 然后eminent domain呢 其实跟condemned呢 意思是一样的 所以五个情况 有任何一个情况发生的话 就会有一个acceleration 那我们聊一聊 这个non-recourse 其实FHA loan呢 FHA的这个he account 反向抵押贷款 它是一个属于所谓的non-recourse non-recourse就是银行没有追索的权利 即便银行最后亏钱了 有短缺 它也没有能力向这个借款人追讨 不管借款人是发生了什么情况 没有recourse 那当然没有recourse 因为有FHA在后面撑腰可能就是向FHA追讨补偿了 那就是这种情况 现在我们聊一下seller financing 卖家融资 卖家融资呢 一般是发生在什么情况呢 是发生在万一买家 在买卖房子的 在买房子的过程中 有发现了自己呢 假如说没有在用别的方式来融资的话 恐怕这个贷款就拿不下来 或者是干脆的这个borrower呢 就没有能力向银行借到钱 所以卖家呢 愿意提供seller financing seller financing的话 它因为借的钱叫做purchase money loan 那么这种purchase money loan呢 也就是用来购买自己的主要住宅的贷款 叫做purchase money loan 它不受任何的法律的管制 或者是说所受的管制呢 非常的限制 那这种mortgage呢 也另称为seller health mortgage 那么seller health mortgage呢 它不受这个loan ratio qualifying standards loan rate这方面的管制 所以呢 比较有弹性 那么现在我们聊一下land contract 那land contract指的是分期付款合同 那这种分期付款合同 它本身就是一种融资的方式 而且呢有类似seller financing 它两者之间不同的地方呢 在于seller financing呢 financing通过了之后呢 seller就要把title呢 转移给买家 而land contract不一样 land contract呢 它是一种分期付款 例如说一个买家 他口袋里没有半毛钱 但是他已经是被通知说 他将会得到一个遗产 而且呢每年会固定的收多少钱 例如房子呢要出售一百万 这个人的话每一年可以拿十万块钱以上 那么他就跟卖方呢 谈妥了一个条件 每一年支付十万块钱给卖方 一直到付清为止 也就是说要付十年的意思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卖家呢 还手上还握着产权的title OK 那么买家呢 十年过后他付清了 他才能够拿到title 那in the meantime 临时的时候 买家会拿到一个所谓的法定的title 它不是一个名分上的一个title 但是一种 等于说是有净值性的title 叫做equibletitle 第六集的从临开始就讲到这里 你可以点击以下的链接去看下一集 下回见 然后再发生了点赞 击以下 走 老师 你 给你